正在走夜路的女人忽然听到背后传来脚步声 她顿时心中一紧回头查看 可是很快她就想到什么心中一紧连忙转头逃跑 可是就在她略过一个小巷子时 一道黑影跟着一时而时 她眼神睁大心中紧张至极 可是那人却始终没有现身 而慌不择路的女孩也一路跑到一处公园 正当一直回望却什么也没发现的 她似乎觉得安全是 意外忽然发生 惊魂未定的女孩这才发现原来是男友敏患忽然出现 可是男友却眼神审视地看着她 因为她发现了女友志愿下班后居然又化了妆 志愿顿时慌张的一抹口红想要证明什么 可是敏患忽然抓住志愿质问她刚才去了哪里 志愿感到手臂被抓得疼痛试图正拖去根本没用 就在此时她又想起穿越前敏患的所作所为心中顿时意涵 却不料此刻一个人突然出现 三两下就把敏患撂倒在地上 原来是部门经理志和 敏患当时就懵了 她连忙试图起身在女友身边维护自己的尊严 却不料再次被志愿一把抓起 而志愿也再次想起自己穿越前发生的一幕 即使她杀掉妻子的事情败露了还在咆哮 此刻她恨不得杀掉这个白雷 可是理智却让她清醒 而敏患一被放开就连女友也不管不顾直接逃跑 可是逃到半路她忽然想到不对劲 自己为什么要逃跑 而且自己的女朋友怎么没跟过来 忽然她想到了什么猛的一踢脚下 而这边的志愿也意识到了 在这种情况下自己未来的老公居然直接抛下自己逃跑 可是很快志愿走了过来 她说刚才在红绿灯那边看到了志愿一个人回家有点担心 可是志愿却还记得昨天志愿和自己同事搂搂抱抱的场景 顿时冷言冷语的说自己怎么样和她没有关系 而且她的行为让自己很不舒服 志愿却直接反问志愿知不知道自己的心意 而志愿也直接硬刚自己讨厌三心二意的人 而自己的同事西岩又是自己很好的朋友 所以志愿昨天的行为简直让自己作悟 说着她就要打电话告诉西岩志愿是什么样的人 可是志愿却顿时意识到了什么连忙阻拦 然后她反问难道志愿认为自己在和西岩交往吗 志愿顿时反问她不是这样吗 于是志愿直接掏出了手机 而内的备注赫然是最美的美女 这句话一出来志愿顿时明白自己误会了 西岩和志愿竟然是兄妹 她顿时尴尬不已的连连道歉 可是志愿又怎么会在意这些 她说这些事情可能误会了 可是我喜欢你这件事情绝对没有误会 两人此刻终于解开心结 而解开心结的志愿当时就试图亲吻志愿 却不料下一刻意外发生 医院里的志愿很快醒来 原来她的晕倒只是因为最近太疲劳导致的 可是下一刻她看着志愿却忽然意识到什么 她记得上一世志愿得了癌症 于是连忙让医生去给志愿的胃部做个检查 可是志愿却告诉她 自己早在一个月前就做了磁共振检查 根本没有问题 可是很快志愿就意识到不对劲 志愿怎么知道自己的胃有问题 自己的胃部即使有问题也在十年后了呀 可是志愿也结结巴巴的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回答 总不能说我是穿越过来的还参加了你的葬礼 杀你的人是你的老公和闺蜜吧 那不得被当成疯子 而在分开时候志愿再次表明了刑警 她喜欢志愿 和自己在一起是最好的选择 但是在被志愿接受前自己绝对不会打扰她 就在志愿在车上不断回响着志愿的话时 闺蜜秀敏却在路边忽然发现了失魂落魄的敏幻 早就有小心思的她连忙开始化妆 而志愿不知道的是 虽然她故意再撮合秀敏和敏幻在一起 而后让她承受自己未来的命运 可是此刻秀敏要的也远远不止这些 能力得到质人 下次再来 请看 走 走 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